Welcome back to Lucy channel 那之前都一直在分享說 我們在台灣人跟日本人交往的一些頂點滴滴 可是每次都是我自己在講 好像就是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今天終於KT 她男朋友也是日本人 然後我們剛聊了一下發現 哇賽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現在要分享 就是跟日本人交往的辛苦談 我們就來分享吧 對我們就來分享吧 那就是我之前有講到就是一點是AA制 就是在日本 像我們跟日本男生交往的時候 就是好像他們不大會請客 我覺得 那個一開始可能 有一點Gentlemen一開始約會的時候 但是交往之後變得有一點不一樣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直接那個AA制 AA制 在台灣有點不一樣 台灣就是一開始一定是男生請客 第一次他一定要請 他不請就是小氣 真的就是啊 有一點那個 對 男生就覺得就是 我要有那種大方的感覺 他們那邊不會 然後他很多AA之後 他可能就是假如今天吃兩千塊 他就默默地擺給一千塊 一千塊出來 然後就喔 那個所以現在我要那個五千塊這個 對 就是那種軟技巧 對 很厲害 高明的技巧 這真的是高明 但是就是女生覺得 心裡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那個 我以為他那個帶我來這個餐廳 然後可能那個請我吃飯 不是這樣的 不是 他們不是要請你吃 他就跟你 沒有 一人分一半這樣 對就是可能 日本人文化是比較是 不要造成別人困擾 也不要去什麼啊 互相有虧欠什麼的 所以那個AA制的話 基本上是正常的 對 而且我覺得他們日本女生 就是也還蠻喜歡AA制 對對對 就是你今天如果真的分手 他也不會就是虧欠你什麼 對對對 這個友好 我也覺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在台灣你就覺得 有時候那個小的東西也AA制的話 有點那個 嗯 不喜歡 對 好然後 但是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 很明顯的是 我覺得這個男生不傳簡訊 那個訊息傳的那個真的太少 你會覺得 我常常覺得那個 就是一個禮拜大概見面一次 但是那個平常的時候很少的訊息的時候 就覺得 嗯 好像那個 沒有見面的時候沒有男朋友的 style 對 那個 很少很少很少的訊息 真的有點可怕 所以這好像就是你明明就已經交往了 可是就是 你傳訊息的那個次數 就真的很少 像你跟男朋友通常 我就算 嗯 之前一天有那個一封有一點 算算算好了 但是就是可能 啊 早安 通常是早安 下班了晚安 但是有時候 會忘記 某一個 對就是可能 早安會忘記 還是下班忘記 沒有 烏龍鍋也是 烏龍鍋現在就是 早啊 然後就沒了 然後一直到他睡覺 我要睡了晚安 中間了 中間了 中間是這個人消失了 對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節目住在一起 我還覺得可以理解 然後但是你們沒有住在一起啊 對 覺得那個 他那個真的在意我嗎 那從來也不會問我那個 你在幹嘛 這個沒有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奇怪 如果我問他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 有一點煩 就是那個 大家那個 個人上班的時候很忙 那個人時間很少 所以那個 這個時間很重要 就是要留給自己這樣子 的感覺 很不一樣 對 然後像在台灣 如果說女朋友傳簡訊給你 你大概五分鐘還是十分鐘內不回 死定了 真的 你絕對不能一度不回 對 那個明明就有時間回 為什麼不可以 除非就是公司那個 強制規定不能用手機 不然基本上的話 去個廁所 什麼都會 就是偷偷回一下 你可以上廁所 你可以吃飯 為什麼不能回簡訊 就是你回個簡訊 不花你一分鐘啊 真的 對啊 你幹嘛不回 所以他大概 我男朋友大概七到十幾個小時回一次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就是 不然就是很喜歡已讀 已讀而已 我收到 就是我收到的意思 已讀的意思是我收到的 但是那個 不一定會給你回應的 這個真的 哎呀 我真的覺得已讀不回 比不讀還要慘 對 你就乾脆不要讀 那你回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真的很難理解 這個 真的 就是關於就是 不愛傳簡訊這一點 是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就算他也不是說 也沒有分熱戀期 跟非熱戀期 就是一直都是 都是這樣 這個level 對 對 有一點習慣 對 然後我剛才有講到他說 他重個人隱私 對 所以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真的很注重自己的時間 就算我們交往了 他也不會想說 兩個人都一直黏在一起 他還是會想要有自己可以 的空間 就是下班之後 就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而不是就把所有時間 時間都花在女朋友身上 談感情 這種比較 跟台灣有點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就是做多一點 有興趣的事情 對 可是台灣的話 跟我說你剛交往的話 就常常24小時都巴不黏在一起 就覺得大概 每天見面也沒問題 對 想見的時候就見 就見 然後那個中午吃飽了嗎 然後這個 今天下班要不要去哪裡 對 然後一起看個電影吧 然後那個 送我回家 這個 男生就 買早餐 對對對 買早餐 真的很好 下午那個有時候探班 然後買飲料來 哇塞 真的很好 幸福 所以應該就是身邊要有同事 就是會有男朋友來探班 然後帶飲料過來 然後下班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有那個 有人接送 我覺得那個好幸福 而且你知道我的朋友 他男朋友超事項 他就是來探班 他是買所有的人的飲料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很好 這個點也很 太會做人的感覺 真的很厲害 而且就是 不是只有你愛他 你就所有公司的同事都愛死他 啊你男朋友真的很好 啊你男朋友來了 然後那個打招呼 對 真的是好會做人 做人真的厲害 對 不一樣不一樣 就是這一點 就是真的差很多 我最想要怎麼都在講 怎麼了 糟糕 那為什麼還這樣 那你們幹嘛 對 你幹嘛還在這邊教他嗎 沒有當然一定有好的地方 一定有好 後面就是分享一個 比較辛苦的地方 對比較辛苦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 像其實我覺得發現 像台灣女生 我們自己啦 如果去逛街 我們都會想要男朋友 就可能想說 要幫他買衣服什麼的 嗯 可是這個對他們來講 好像其實他們並不 不是那麼喜歡 而且也不會感激你幫他買 啊對 就是可能會 啊真的謝謝 喜歡 但是那個 下次那個不用 不用 我自己買的就可以 那個我喜歡的東西 我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 我自己買的比較好 這種感覺 有點擔心那個 如果你挑的他 不喜歡 然後沒有穿的話 有一點浪費 那種感覺 然後像我幫我老公買 他就嫌醜 他打死了不穿 他說很醜耶 我不想穿啊 哈哈哈哈 所以那這時候我就再也不買他了 就再也不把他買 你想買什麼自己去買 隨便你啦 就是 很有自己的想法 真的說 對 因為可能 最本人生也比較 懂那個時尚的東西 所以他們可能 自己想要搭配什麼 有一點不一樣 對對對 就是我們可能 沒有他們那麼Fashion 啊 就是他們自己 先去讀渣子 哈哈哈 然後還有 最後一個 我記得我跟我的老公 在結婚前 我們有討論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說他結婚之後 他想分房睡 啊這個 你跟男朋友也有嗎 對也有 就討論這個 說生活作息不一樣 所以那個 應該要分開睡 比較不會影響彼此的生活 我覺得這很荒謬的想法 這個不就是 那個夫妻那個 感情很不好啊 對啊 還是那個 某個人有打呼 還是太嚴重 一定沒辦法 所以才分開睡 對 在台灣是這樣子 你一定夫妻有問題 才會分房睡 你新婚夫婦 誰分房睡 看著你 真的 你現在是怎樣 對啊 是想要離分開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說 你覺得 要有那個 自己的那個 休息的那個 就是做好好的休息 我覺得你在同一個房間 你可以分床 就是兩張單人床 可是不要分房 因為至少你分床睡 你還是在同一個空間 所以我也覺得 會完全兩個人的空間 對 就是覺得不一樣的 啊為什麼睡覺的時候 就是 想要彼此陪伴貓 對 對 那種溫暖的感覺 真的是 因為像之前他這樣講 我真的非常討厭 然後後來我們在溫哥華的時候 我們是睡空間 可是我們是分兩張床 對 就是他兩張床靠得非常近 可是你是兩張獨立的那個床 那床也好 對 就是你明明就是其實你只要翻過去 就是貼到他了 但是你就是你在那邊動啊 你不會去影響到他 因為他的床墊不會去動到 那個他就OK 然後到後面就是回來台灣 因為我們家就是那種很大的 就是那種雙人床而已 沒有那種單人床 我說你給我睡旁邊 我不准你去給我睡旁邊 我說你不准去睡別間 因為這樣子在台灣 你這樣睡別間 表示我們感情非常不好 真的 睡超睡別間 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不要 就覺得太奇怪了吧 明明就是不然兩個人在一起 為什麼要分開這個感覺 真的很不舒服 可是他們好像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去他爸媽家 他爸媽家 他爸媽也是分開睡 真的假的 對 就是一個睡客廳 我覺得有時候那個已經結婚很久 這些那個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那個 新婚結婚那個沒幾年這樣 真的不可以耶 對啊 太難了 我真的覺得這是怎麼有辦法忍受呢 不行 我一定不行 不行不行 台灣 在台灣就是要睡一起 真的 夫妻嘛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就是 我老公不參加姐妹的聚會 對 基本上的話 通常好像 他也是不參加我朋友的聚會 他只有試過一次 有一點尷尬的感覺 他也試過一次 感覺就是 被我逼迫 然後而來那種感覺 喔他是這樣 他是 他也是被我逼去 然後他就是在拍照的時候 他有抱一絲希望 拒絕我朋友會講英文 因為當然有個保重的講英文 到現場沒有人跟他講英文 大家全部都講中文 然後他就一個人被扔在旁邊 然後就默默吃東西 還有幾個小時 對 然後那一次他就不去了 欸 他就那一次之後他覺得說 哇女生聚會就是在那邊閒聊 覺得這是浪費時間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有什麼浪費時間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放鬆啊 就不一定 然後有時候就是希望他可以多參與一下 我們的生活的一部分 對 但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是你自己開心就好 也不一定要我來參加這種感覺 而且有沒有發現其實 他不喜歡來參加我們朋友的聚會 可是他也不會帶我去他朋友的聚會 對 有沒有有沒有 聚會的時候就是 不大會對不對 他們自己的事情 就是分開的 對 因為我記得就是像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他跟他朋友出去吃飯 他都不會早去 欸 他都會自己去 然後他把我丟在他家 對我就還沒有試過 因為我就還沒有到那個日本 不過真的是 如果在台灣請他參加我的那個聚會的時候 他都覺得 嗯 那個不用謝謝 這個 就是沒有要去 對 然後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他們 就是對女生跟對女朋友的一些要求 都還蠻嚴苛的 對 就是像是那個 台灣女生 因為這個天氣的關係一定是不一樣的條件 然後 台灣就比較潮濕嘛 所以那個大概下午的時候 油化妝已經很好啦 對 下午的時候就開始那個脫妝 他可能就會這樣摸我的臉 啊你有點那個脫妝要不要去那個廁所 因為日本的女生都會去廁所那個補妝對不對 但是我發現我們都熱死了 然後妝容都要跟什麼 然後再補上面就是浮粉 超可怕 那看起來更妖怪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然後可能 嗯 對於我有時候穿一些服裝 對 然後他可能就很有意見 就例如說吊帶褲 嗯 或者是比較短的裙子 他說 喔你已經那個超過那個25歲了 你不是大學生了還是什麼 你不應該穿那個 吊帶褲以上的裙子 他覺得那個不適合年紀 或者是那個吊帶褲 就是覺得那個也是很年輕的女生穿 你不應該穿這樣 天啊沒有 你知道那種膝蓋以上的裙子是 媽媽都在穿了 對啊而且那是sexy 哪有分什麼啊 就是 腿好穿就穿啊 對啊就是腿長就是要瘦 還不是很愛看 哈哈哈哈 還不是很愛看 還不是很愛看 男生就泛姐 對就說 你這不適合 然後就一直看那個短裙妹 對不對 嗯 不錯不錯 對啊那為什麼自己不能夠穿短裙 對啊 奇怪 穿短裙跟年紀沒有關係啊 就是身材好才穿 你身材不好才穿 只要那個好看就可以 對啊 就是自信 自信很重要 不要再打擊我們自信的 真的沒錯 我們真的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好 嗯 對啊 然後 還有什麼 那個 搭衣服的時候 那個髮型的綁起來還是放下來 對 這個他就會覺得 會有意見 你這個髮型的style應該要那個 綁起來的比較好 或者是放下來的比較好 就會覺得 天啊就是 這個不就是 不會可以弄那麼多吧 有時候就覺得很樂綁起來 對啊 而且女生其實應該不會注意到這麼多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他比女生 對對對 太 detail了 他比女生還要女生 他可以當設計師 他可以當那個 我去想說那個 麻煩你幫我打扮一下 對啊 就是上去全部給你拿 就是我要選的 你去外拍的話 欸那個你幫我配服裝 對對對 你覺得髮型要怎麼樣 好 就這樣不錯嘛 對 就不用自己沒想到半天了 不過那個女生本來就很厲害 打扮真的是超厲害 化妝到 妝髮 感覺就是那個 沙龍走出來 她們 頭髮邊髮那個超強 超強 而且她們花多少時間在看雜誌 你知道像我老公她妹妹 她房間一排 都是那個 就是那種雜誌 在教你怎麼穿搭 嗯 一排喔 這書櫃都是 他們真的是 就是花了很多心思 有下工夫 對 他們真的花很多心思 學習妝髮 然後打扮 的這個部分 你知道我老公之前不敢講 然後他就是會那個 默默的去買那個fashion雜誌 就回來發我之後說 欸老婆真的可以看一看 他就是 他就買了大概兩次 有點暗示 對就是暗示說 你要注意打扮 就是你知道我 就是雷達比較笨 沒有我就收了他的那個說 喔這好可愛啊 就把他拿到去 其實我想要你好好打扮 對不對 可是就沒有cash他的重點 所以就是一直都是很隨性的裝扮 我覺得日本女生真的很厲害 就是我覺得好有壓力 超強的 就是有時候就覺得 我們就是已經太自由 就是舒服就好 比較沒有那個注重這麼多 而且我覺得我們這邊的裝扮 都比較算隨性 就比較隨性 你說那個打扮當然是 對自我的要求的一部分 但是有時候像那個 真的很不舒服的時候 還是就是 就是只是要出去一個超商 或是一個很簡單的餐廳的時候 就覺得說 好像也不用刻意打扮成這樣吧 就是 好像素顏也可以去個超商什麼 就是想說 喔 連日本女生去超商 可能都還要帶一點淡妝 就連戴口罩的時候 那個眼妝也要化一下才出門 就覺得這個太厲害了 他們就真的是 好像是只要出去會見到人 就一定要化妝 對他們來講 不然就是很可惜 太厲害了 而且我現在也很少上睫毛膏 因為我覺得就是對我來講 上睫毛膏會讓我眼睛很乾 所以我基本上都很少上睫毛膏 然後如果我今天一上睫毛膏 就化比較完整 哇賽 你今天要完妝 驚訝 今天發生什麼事了 你要去哪裡之類的 對 然後不然他就還在幫我們那個化妝評分 說喔老婆 你的妝不合格 30分 我就是 今天的妝有點濃 濃 對這個不太適合之類的 然後就除了妝之外衣服之外 就是就動不動就會捏捏你的肉 好舒服喔 身材好可怕 就是可能會說 最近那個臉有點圓 那個手臂變胖了 肚子變大了 可是那個明明就覺得 而且明明自己肚子也變大不說 明明說人家 手臂真的很粗嗎 媽媽中 還好啊 你真的還好 你要看我的 我一定要給你看我的拜拜 你看我的喔 我的是拜拜秀欸 我的那個 你的還沒有啊 可以可以有一點 可是你沒有誇張 我等下你看他面前那麼拜拜秀 但是那個都會被鎖 這樣壓的話 壓的會有那種雞腿 雞腿那種感覺 很難 好啦我們要training 我現在有去健身房 我現在有去健身房 需要那個一點 做那個 也可以 對 訓練一下 muscle 有我們之前有一起做 就可能每天自己一起做 就一起 對我們就一開始 就是他好像有時間規定 一分鐘三分鐘 對 每次做一組這樣 一組 對 然後而且我們一開始還沒有到一分鐘 我們一開始就是二十秒 真的 因為一開始一分鐘真的有點痛苦 太久沒了 對 很痛苦 所以你可以找在一起 好 然後他如果再給你乾 你就可以吐他 你自己也不需要 對啊 會啊 一起做嘛 太嚴格了 真的 他真的嚴格 你就覺得他對朋友 對誰都好 可是對老婆超嚴格的 就是 感覺就是需要一直 那個保持很完美的女友的那個 狀態 對完美女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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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辛苦 會 然後還有一個是 像我們約會完之後 其實他基本上不大送你回家 就是頂多送到車站而已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上班的時間很長 可能大家通勤的時間也很長 有點累 然後 所以這個時間如果還要送你回家的話 他覺得這個時間造成彼此不方便 所以就是通常到那個車站 然後說拜拜 這樣 對 然後日本女生也OK 他可能不想讓對方知道他住在哪裡 對 對有些人會 就是 對可是跟我說你 你如果說剛第一次約會 你覺得這個人不OK 然後他如果說送你回家 你回家送你回家嗎 欸 這個也不會 像這種情況就不會對 我可能就是會在前幾個路口 欸我家到了欸 在這邊下車下車 對 然後就喔好拜拜 然後其實你並不是住那邊 可能就在大概別的車走 真的 沒錯 對 就只有這種情況 只有這種情況下不會想讓對方知道 對 但是如果說是已經有在交往的 就是還是會想要 啊 送回家門口 對至少還可以一起走一段路 對對對 聊聊天 對 對 對 這個感覺就很不一樣 你們可以懂一點嗎 有點難過 我跟你講他們在那邊偷笑 是不是 對 每當不舒服的時候 還是加班很辛苦的時候 對 如果男朋友那個出現 然後送我回家 不然就是幫我買個藥 對 真的好難喔 就都不會 他們就不會 所以就覺得說 好我今天不舒服 你可能對我體貼溫柔一點嗎 就是可能問一下我 就是 關心一下我 對 但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啊你可能需要好好休息 對 所以我也不打擾你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真的需要你關心一下 我就不舒服啊 對 那個身體最近好嗎 這個想要多多關心 但是可能那個 幾天只有問了一次 那個有好一點了嗎 就感覺那個 好有點莫不關心的感覺 就一封結束也沒有 也沒有想說 幫你買三餐 想說你沒有辦法出門 然後 完全沒有 可是如果今天是 換成台灣男朋友的話 他就去會 不然台灣男生會 對還好嗎 然後就不買一堆藥 現在還好嗎 我要不陪你看醫生 我帶你去看醫生好了 對 然後不然就是可能 你什麼都不用講 他就買了三餐到你家 欸我真的真的 就這樣你可能不舒服 這給你吃什麼 對感冒藥還是什麼 各種 對 對 這個真的就是有差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偷看一下少少 這什麼 對啊 對還有 就是那個 像我們 我們出國去玩的時候 然後可能要回國之前 就有一段時間 可以自己去旅行 就可以一起去旅行的時間 因為平常都在工作嘛 想說那我們最後 大概兩個禮拜 一起去玩好了 他直接拒絕我 他說 喔 我不想 我想跟我朋友去玩 對 這也會有 然後我男朋友是自己去紐西蘭 就是他們都會自己去 不帶我去 對 然後我想說 你可以旅行 為什麼不帶我們去 我那個 之後要去紐西蘭 所以那個有點期待 對對對 要一起去嗎 那個我一起去的意思嗎 那個沒有 那個我自己去 對 這個感覺 為什麼我一直去 你既然都開口 我只是被通知一下 通知一下 他很想通知你一下 對 這跟我老公之前就去泰國 他說 而且還是在洗澡的時候 老婆跟你告白一件事情 我說什麼事 然後我想說完了 這已經不是好事 我下一把去泰國 喔 你要去泰國 我可以去嗎 他說沒有 我已經買了機票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你機票都買了 好慘 自己一個人 對 超慘的 然後我就自己想說 好吧 那七天這七天要幹嘛 對 趕快想想自己要做的事情 沒關係啦 那個 但是我就會想說 好 那老公不在家我可以耍廢 因為平常沒有辦法耍廢 比較有壓力 對 所以他不在家那幾天 我一回就躺沙巴 然後就開始滑我的去 你知道嗎 大概跟朋友 星期一可以 星期又可以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他各種聚會 他有時候就會傳傳訊訊說 喔我想你 然後我就想說 欸他不會說我想我 他會 尤其是你當你都不傳訊訊給他的時候 像有時候我可能傳訊訊給他 然後他就不想你 他可能就是我常傳的話 他就不大會理我 然後當我什麼都不傳 他就會自己傳傳訊訊過來 不過他去紐西蘭的時候 還是有傳一些影片給我嗎 小小的 海邊的 不是他 不是他 他拍的那個影片嗎 很漂亮的風景 是真的很漂亮 紐西蘭的那個 哇太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這麼漂亮的地方 為什麼不帶我去 如果兩個人去的話 會更好爛喔 對 不要走 再上一下 再上一次 那種 只有我們的那個白日夢的感覺 對 他們應該不會去配合這種事情 小姐妳有事嗎 那除了好 我們都講了這麼多不好的事情之外 就是想說 為什麼你們還要在一起呢 一定是有好的地方啦 對 對 那你要先下回分曉好了 好 我們來下回分曉 為什麼 講了這麼多缺點 還是要跟他在一起呢 對 但是這個 只是 以上呢 就只是我們 這個個人的 經驗分享的想法 對 不是代表每個人的想法 對 這就是我們的感想囉 對阿 下次再跟你們分享 下次再見 想要知道下次說什麼的話 記得按訂閱你喔 在下面 或者是你留言 如果說你剛好有交了日本男朋友 你有心有七七焉 或是你覺得他們更過分 可以在下面留言 各種那個想問的事情也可以 對 我們這邊都會就是一一為你解答唷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男朋友在後面偷笑 對 我跟他 我跟他沒聽聽懂 想說很吵很吵 對 而且他們只要聽到 他們只要聽到 對對對 他們在講什麼 好吵 兩個人很吵 好可怕 對 我要想要轉過去他們那邊 他們兩個大男人 在那邊 不奈的臉 不奈的臉 請他幫那邊 幫他上那個三條槓 我女朋友到底在想什麼這樣子 不奈的